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要论海中最令人敬畏的生物,那肯定是鲨鱼了 不论是在电影还是纪录片中 鲨鱼冷血又凶猛的姿态,却是让人我而生畏 但在影视剧中看到鲨鱼,除了恐怖之外,更多的则是好奇 毕竟这么凶残的海洋霸主 要是能在现实里见上一面,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其实相比电影中的鲨鱼,现实中它们并不总是那么凶猛 只有当捕食的时候,才会露出自己恐怖的一面 平时看上去更像个憨憨的肥宅 当然,关用语言是没法完全描绘出那种感觉的 定性在每个人眼中,世界的色彩都不尽相同 所以有小伙伴更倾向于自己到水族馆去逛一圈 和鲨鱼来一场近距离的邂逅 而在法国就有这么一家水族馆就很灵性了 为了让游客们更近距离的和鲨鱼作伴 特地打造了一间水下客房 透过玻璃罩,不仅可以将水下风光一览无余 还准备了一张大床,不仅能观沙 还能和鲨鱼共眠,想想都觉得刺激 试想一下,晚上梦想走到床边 接着又按的台灯正好看到掠过床边的鲸鱼 会不会被吓得一哆嗦,什么睡意都没了 再有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习惯性的起床上厕所 结果一抬头,看到的却是鲨鱼的两排大白牙 水族馆称这次活动完全免费 游客们可以自行报名 不过最终会通过抽奖的方式来确定名额 小伙伴们,你们想去试试吗? 好了,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